小更新不断 大更新不干 因为今天 我们要介绍骆驼了 然后呢 这是一种 双人坐骑 所以我就 跟小月交来了 你不想我会死啊 骆驼呢 一般会刷新在沙漠村庄里 他这个笑容 让我好想打他呀 平时他就会坐在这里 然后迷之微笑 然后呢 骆驼是一个双人坐骑 我们可以直接坐上去 但是如果你想指挥他行动的话 还没需要买 小月 我的脑袋可强力了 好了 我安好马上了 出发出发 当成其双人坐骑时 坐在后面的人 是可以攻击的 而且不用担心有伤 应该是魔匠制作的时候 把这些都屏蔽掉了 这不就是一个 能在陆地上讨的船呢 哎 话说 为什么不叫阿姬啊 平时吐槽不是他来的吗 今天怎么成你了 啊 他呀 他今天说 要去和阿尔巴狗相亲 骆驼本身的速度就不慢 再加上本身有两格高 就算你是骑着 他在怪群中穿梭 大概率也不会有问题的 不过说到底 他也是种动物吧 对的 骆驼和马一样 可以用栓绳拉着他走 也可以通过为仙人掌的方式 让他和其他的骆驼繁衍 然后生出小骆驼 我看看骆驼死完后会掉落什么 结果呢 掉落了什么 掉落了一个经验球 除此之外 骆驼是不能跳的 哇 很科学嘛 哪里科学了 当然他会飞扑啊 和马一样 乘起骆驼的时候 长安跳跃键 可以给骆驼蓄 释放一段向前的飞铺 这段距离很长 基本上越过一般的 峡谷拉 小河拉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好家伙 糖到人满分选手是吧 刚刚想说 麻将这个生物 做得很科学呢 想多了 MC什么时候 能和科学扯上关系的 这段距离很难